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电视期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那么我呢就是一心为你寻找幸福的主持人孙霞 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英国作家诗人王尔德曾经说过 一旦你确定需要爱 你就会发现他正在那儿等待着你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们们 大家好 都说女人最好的嫁妆是一颗温柔体贴的心 男人最好的聘礼是一生的迁就与疼爱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 我们 欢迎秘书里边的几位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你好 教书艺人 逃离满天下 知书达礼 携手夕阳红 欢迎二号女嘉宾 六十岁的年龄 三十岁的心态 人到夕阳也能活出精彩 三号女嘉宾你好 你来挣钱养家 我来冒美如花 我叫郑志平 欢迎四号女嘉宾 有事你做主 没事我当家 每一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之前 我们都会问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 有人说我想找一个会过日子的 还有人说我想找一个可以陪伴我 不让我那么孤独的 接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男嘉宾 不但在生活当中能够照顾你 而且会让你的生活过得有辞有味 来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男嘉宾的样子 照眠 青眠 我觉得这时候也就十八九 对 工作照吧这是 这几张照片一下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 但是唯一不变的是那身军装一时在到身上穿着 对啊 来吧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男嘉宾上场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的张昆 和我在一起菜不用你买 饭不用你做 碗也不用你说 跟我在一起就相辅吧 爱的选择我来了 好 朋友们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发现咱们男嘉宾一上的时候熊啾啾气昂昂的 那一下子 这个手势搭配得特别好 您这个状态我们看出来 反厨房那活都是您的 看我们看您照片的时候看到您这个一身军装 您是当过兵吗 没有那是在在派出所当辅警了 当辅警的时候 刷的 你看我们叔叔当时就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能去说穿这个军装 他肯定是对军人有一种崇拜之行是不是啊 也是以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来吧这个男嘉宾刚才看你那些打扮特别的精神 不知道你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爱好没 最大的话就是爬山 登山 身体这么好啊 是我组织一个登山队 是你自己孔之大 您是人的 对 山头 你是一个引领者 如果再有另一半的话 希望对方也是喜欢这些户外运动吗 爱好运动 爬个山来走过快走肩膊柔呢 就是最好和能玩到一块去 和我能玩到一起去 好嘞 接下来咱们听完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 19201号 张坤67岁 沈阳人 私机退休 丧偶 有住房 儿子独立 到了这个年龄 有爱好的人过得最充实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张坤 从年轻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养鱼 还愣养花 这都是我养鱼的一部分 我家里有20多个鱼缸 养了能有一万来条鱼 五六年吧 对我在派水里我也很骄傲 我那组织一个登山队 我们是每周登山一次 他们对我都很应和 也乐意跟我去一起去交游登山 我还特别会照顾人 就想找我一个愿意被我照顾的人 共度余生 大力选择我来了 不离五十五年 三十五年 我们在府面上 攻击到的这个鱼 fantast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